阿根廷夺下了氏族赛冠军之后 带着大力神杯凯旋归国 射到了如海啸般的球迷热情迎接 阿根廷在20号全国放假一天 梅西等国家队的球员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丽丝 展开冠军游行扫街 到时候这个场面势必会更加胜大 而法国队虽然是输球只赢得亚军 但是他们在场上真的是拼战到最后一分钟 那么回到国内同样也是被视为国家英雄 受到了成千上万的球迷 前来为他们加油打起 球王梅西高举大力神杯踏出机舱 阿根廷国家队勇夺士族冠军凯旋归国 这是梅西摘下的第一座大力神杯 全程抱紧紧开心全血在脸上 阿根廷球员登上敞篷巴士 受到英雄式欢迎 首都布宜诺斯艾丽丝成了不夜城 球迷如海啸般夹到迎接万人空巷 从机场到市区满满都是人潮 这还不是正式的冠军游行 要等球员休息后 当地20号才会游行扫街 当天也被列为国定假日 梅西被封为民族英雄 但他的出生地罗萨里奥 早在2014年就禁止爸妈 替新生儿取名梅西 以免造成混乱 镜头转到巴黎 即便法国队未免失败 不过场场精彩 同样被视为国家英雄 全队站在饭店阳台 受到球迷热烈欢迎 不过在冠军站上演帽子戏法的 最大功臣巴佩 始终闷着一张脸 露不出一丝笑容 可见还没有对诉求释怀 而这次被爆出将帅不和 因此没有出赛的法国队战将 本泽马在推特上写下 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 被外界视为退出法国国家队的宣言